第二場比賽 約根森在個人球的落點上不錯 最主要的烏賽夫是自己的失誤太多了 烏賽夫剛才這反拍打得不錯 身高1米90的烏賽夫 這在羽毛球選手裡身材是非常高的 比賽場上烏賽夫還是可以看出他是球勝 心是極強的 好 7's over 3-1 雲根森這種跳起來連續的進攻能力比較強 而且可以看出他現在對自己是在比賽中越來越有自信了 這和兩年前在2008年的歐洲錦標賽上是判若兩人 4-1 好 這是在後場跳起來一個直線的扣殺 7's over 2 4 這局會是爭奪的一場激烈 因為約根森要保住領先優勢拿起這場比賽 好 烏賽夫呢 則要扳回一局 爭局打決勝局 雲根森剛才是準備輕調的時候球沒有過 3 4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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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英國,烏塞夫也有許多支持者 而且這次的2010年的歐洲羽毛球錦標賽也是在英國的曼徹斯特進行的賽事 在八強之戰,烏塞夫是戰勝愛爾蘭的伊溫斯 2比1也是打得很艱難進入到最後的半決賽 看看在今天這場半決賽怎麼樣 目前在約根森現在 5-0 這次在大賽的排名是第二位 出界了 一看這個球就偏了 好,這是落點,在界內 烏塞夫對這個有點爭議 結果最後證明這球還是出界 7比5 這個球真的是好像是砸在線上 但最後還是 主裁判最後認定還是烏塞夫拿到這一分 好,剛才要打一個追尋球 但是讓烏塞夫界勢把這球給打回來 8-5 8-5 3-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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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6 9 斗小球今天占了便宜的约根森 乌塞夫呢在2007年呢 还夺得了荷兰的公开赛亚军 2005年德国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 另外2008年是英国和苏格兰的冠军 爱尔兰的冠军 2008年呢应该说是乌塞夫一个丰收的一年 2009年法国公开赛冠军 加拿大冠军 以及英国公开赛冠军 所以对乌塞夫来说呢 在英国呢现在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好 好 7 is over 7 9 黄泰式直接是铺往前 10比7 我们看云森 云森现在技术是突飞猛进的成长 刚才这个斜线的批掉 落点非常理想 乌塞夫也是怀眼颜色 现在双方的比分仍然还是三分的差距 谢谢